民眾便是 全民普發六千元 輪到ATM登場 四月十號起到十月三十一號 銀行包含台銀 土銀 合庫等 十五間銀行 超過二點六萬貼橘色的 識別貼紙機台 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提供 未滿十三歲的小朋友 也可以透過帶領人 按照以下程序 來到ATM領現鈔 要備好這三種證件 有健保卡 身分證 還有你的金融卡 那把金融卡放到機台裡面之後呢 裡面就會有一個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的選項 那點下去之後 輸入你的金融卡密碼 還有身分證 健保卡字號之後 你就可以順利領到六千元 公股銀行表示 上週末已經開始進行嚴密監控 確保每一台ATM都可以正常運作 四月十號當天也會指定 專人在ATM前面引導客戶 必須表列入中 稍後 而銀行瞄準機會 寄出六千元領現金的加碼優惠 像是中國信託銀行領六千元的民信表當中 就會有超商的指定商品 包含飲品 冰品 零食等等買一送一 台信銀行更推出抽六千點活動 原大也抽六千元的刷卡金 相當於把普發六千元直接翻倍放大 最高可拿到一萬兩千元 另外華南銀行則是打出3C戰 領現金抽iPhone 一共誕生超過兩千名幸運兒 那個7的那個中性的那個 他如果搭配7的優惠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點誘因 ATM開放零六千 銀行祭出加碼優惠 全面備戰 三零選領敬天 紅家與台北